300年間管理 聯力貸社 日本福島核災事件 核四續件與否議體發酵 再加上人民反核意識日漸高漲 各地的反核團體3月9號發動全台北中南東大規模反核遊行 台東反核遊行人數達1000人以上 下午2點在台東市新生公園集合出發 立法委員劉兆豪也到場參加了這次的遊行 主要訴求是要政府停止核四續件 拒絕核廢料放置台東 從前年的3月11號之後 我們錯破了核能是安全的這樣一個神話 而且關於核四的興建整個過程當中 它有許多的弊端 我們政府一再都沒有辦法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們認為核子發電對台灣 可能會造成一個沒有辦法復原的浩劫 我們不但是為了自己 也是為了後代的子孫 我們應該要來站出來來反核 因為台東用電量只有佔台灣的不到百分之一 但是我們就要承受全台灣 大家都不歡迎的一個核子廢料 核子垃圾 我相信這對台東來講是一種剝削 一種剝奪 所以我們應該要反對到底 我們在這裡要呼籲政府應該要懸崖熱馬 不要把這樣子不公不義的事情 在台東來做成 現場民眾用各種造型表達反核訴求 希望中央政府能夠停止核四的續建 認真的思考我們下一代的未來 我們就讓身體告訴大家 我們的身體是一樣的 然後我是同志我們支持版的支持背 我們覺得台灣的綠能發展比例太低了 那不應該發展核能 應該發展綠能 那電力應該要往零成長方向走 不是胡亂的預測電力需求 我們希望 其實我們是學生 我們希望說大家可以走出來 看到這件事情 然後去了解這件事情 對 一共將近有25個團體參加了這次的反核遊行 也希望民眾和平理性表達訴求 同時也呼籲政府好好認真的思考 我們下一代的未來著想 東南新聞陳靜雄台東市報導 我怕他